加州常年風和日曆 很多人喜歡享受水邊的風光 還有釣魚活動 有越來越多人購買不同樣式的船隻 方便娛樂使用 在您乘船出遊的時候 有哪些規定一定要遵守 那這些船是不是都需要保險呢 請聽林大衛保險智庫來分析 隨著華人移民人數的增加 越來越多我們這個老中 開始學習老外的生活方式了 享受這個水邊的風光 以及釣魚啊玩船一些活動 要知道在加州的船隻的種類非常多 從釣魚的小船 娛樂用的帆船 快速的汽艇 甚至到私人的大遊艇五花八門 所以許多華人在假期裡面 都拖著自己不同的船隻 到湖裡面海裡面釣魚或者是娛樂 實在是個非常開心的事情 每一周對於玩船呢 都有一些不同的法律 在加州呢 對於這個船隻來說 只要小型的八尺以下 只要是沒有引擎的話 你可以不需要到DMV去註冊 要是如果有引擎 帶動的船隻 不管是尺寸多大 都必須一定要到DMV去註冊 因為安全部門需要保障公共的安全 在駕照方面不像開汽車 加州沒有強制的要求駕照 可是政府呢 還是提供了一些網路 這個駕船安全的課程 讓大家去學習 完成了以後就還可以領取證書 在安全方面 加州16歲以上 才能操作15個HP以上的船隻 但是帶小孩子出遊呢 如果是大人在旁邊陪伴 仍然可以讓小孩子 暫時操縱船隻 做一些玩船的活動 如果私人擁有船隻 在這裡告訴大家 一定要購買專門的 所謂的Boat Insurance 我們在這個玩船的季節中呢 提醒一些喜歡出遊 釣魚或玩船的朋友 不要忘記買Boat Insurance 因為在海上 或者在湖裡面 時常會發生意外 當你的船在 就是輕微的發生碰撞的時候 自己的船 第一個也就會受到一些破壞 是很脆弱的 保險公司呢 如果你有這個Boat Insurance 它可以幫你整個的修理 甚至拖出海裡面 或者按照船隻當時的 這個總價格來理賠 比較容易發生的 是在許多新手 新手在這些 比較不熟悉的水域裡 碰撞到別人的船隻 你要知道 在輕微的 這個船隻的輕微的碰撞 都常常會造成一些 不菲的修理費用 這時候你的船隻保險呢 可以賠償對方 這個船隻的損失 以及他一些身體受傷啊 甚至淹死啊 這些重大的賠償 所以我們在這裡 最後希望 大家在玩船季節裡面 不要去忽視這個 Boat Insurance 是 是 好